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到美丽的悉尼 同大家一起相聚在历史悠久的悉尼大学 参加第十届国际亲子文化论坛 作为论坛的发起机构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对参会的各位专家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对支持论坛活动开展的许半国政府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和活动的执行机构 北广传媒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最忠心的感谢 国际亲子文化论坛 自2014年分别在新加坡意大利 爱尔兰成功举办了三件 得到了举办国的政府 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大力支持 全球知名的专家选手 积极的参与 国际主流媒体踊跃的报道 彰显了中国亲子教育和远远 发表远见着实 探讨在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下 亲子教育如何帮助 新时代的儿童具备全球化的竞争力 成为地球命运共同体的公民 推进社会和谐良性发展 亲子文化是人类文化之本 是社会发展的基石 人类社会正是在亲子的互动 与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每个人来到世间 从海统到成人 是一个生理上成长的历程 更是文化上成熟的历程 要把一个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 变成融入社会的一分子 这个个体社会化的历程 就开始亲子文化 也正因为如此 亲子文化 在人类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 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是提高公民素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 而亲子文化的和谐 更应该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积极的推动力量 因为亲子文化 在构建社会和谐 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和谐亲子文化 将带来每个家庭的幸福美好 进而造就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如此整个人类才有可能 有序稳定 有序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从而走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亲子文化 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国古代长期流传着 梦母三千 岳母次字 孔荣让离等千古美谈 这些故事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 强调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华夏亲子文化 曾经一直领先于世界 堪称人类亲子文化的典范 正是在博大精深的 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引下 我们下一代 茁壮成长 心火相传 但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形式下 现在传播技术迅猛发展 世界范围内 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 交流更加频繁 社会思想观念日以活跃 新形式下亲子文化的发展 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如何在多元文化下 促进亲子教育的共荣和发展 是摆在中华民族 和世界各国面前的共同课题 不过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 现在尤为重视 亲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习近平主席曾经明确地强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 家庭幸福则社会享福 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 同时他指出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广大家庭就要重言传 重身教 教知识 育品德 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 第一例扭扣 卖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 特别是关于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方 重要指示精神 中国教育部下发了 关于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十号文件 文件指出 要充分认识家庭 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明确 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 充分发挥学校 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加快形成家庭教育社会的支持网络 完善家庭教育工作的保障措施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的支持精神 和教育部的文件 都要求我们给孩子们 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家庭环境 和社会气氛 希望看到他们怀着美好的心灵成长 享受稳定的幸福的生活 借此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是以动员和组织林退休的老干部 老战士 老专家 老教师 老模范为主体 以关心教育培养 下一代健康成长为目的的 全国性组织 自1990年成立以来 在全国已经建立了105万个基层组织 拥有1367万名无冷队 中国关公委 一直认真贯彻中央指示 致力于推动家庭教育发展 和观众儿童健康成长 我们组织实施了春苗营养计划 和朝阳计划青少年健康守护行动 在全国的贫困地区 建成了中小学的厨房 10118个 为中西部的农村 中小学配备了卫生室1000座 给孩子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同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动员了51万无老志愿者 担任网霸的一路监督员 有效地进化了社会的文化环境 促进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针对我们国家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突出的问题 各地的光工委 一共筹出了资金106亿人民币 建立了留守儿童之家 留守儿童中心 两万五千个 组织动员了 七百四十三万名无老 结队帮扶了一千五百四十六万儿童 通过结队关爱 担任留守儿童的代理家长等方式 关爱资助留守儿童八千三百六十六万人次 帮助贫困学生两亿两千万人次 各地光工委 还加大了家长学校 校外辅导站的建设力度 积极地开展了好家教好家分的活动 采取了家教讲座专家辅导的形式 引领家长逐渐地适应了信心化条件下 子女教育的信心化新问题 构建了学校 社会 家庭 三方结合的亲子教育网络 我们衷心的希望通过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 进一步推动亲子文化在新形势下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同时也借此机会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通过 希望通过主流媒体 对亲子文化的宣传报道 和各国专家学者的积极呼吁 引发全球更多的社会力量 对亲子文化教育的关注 引起家长对亲子关系构建的重视 积极的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坦 推动亲子文化健康发展 二是 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能够特别重视对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等落实群体儿童的关怀 和教育 以社会教育为依托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 亲子文化教育的作用 构建成全方位立体式开放的 亲子文化大教育格局 女士们先生们 中澳建交45周年来 两国关系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我们希望 以在澳举办第四届 国际亲子文化论坛的契机 并建立习近平主席 一带一路倡议的春风 通过我们的努力 促进中澳两国 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深入发展 深入交流 推进中澳两国 及国际亲子文化交流 持续健康的发展 为世界范围的亲子文化教育 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Ladies and gentlemen From the year 2001 to early 2004 I served as a Chinese ambassador to Australia I was very much honor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my own contributions to the strongholding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made a lot of friends in Australia And today I still hold it dear to my heart the warm feelings that I have towards the people of Australia In the year 2002 We celebrated the thirties and the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I recall in my conversation with then Prime Minister The Honorable John Howard I said to him There was a popular saying in China At the age of thirty a man should be able a man should be able to stand to fall on the ground and against when man turns to thudy he is matured and established Borrowing these words of our ancient wisdom I have seen that the side of Australian relationship had reached the stage of maturity Fififte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n this year marks the anniversary the for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gain Hung Fu Zun said at the age of forty a man should have no doubts he can see things through and not easily be confused that means no longer suffer from perplexity I firmly believe that our Greed two nations should always be able to proceed from the basic interests of our two peoples focus growing of our relationship of our own corporation and making our due contributions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of those channels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all of our hard warm friendship toward the Australian people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tru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and the cooperation of mutual benefit will always stand ready to overcome any difficulties and embrace for a colorful and full and full and long-soming spring in the relationship to China and Australia to要求 tay australia australia stralia australian people good lang and happy land thank you 謝謝